尊敬的戰友們好,1月16號 我是今天一直開會 我就是今天開這個會 今天我連錄視頻都覺得我該怎麼說 我就覺得這世界太瘋狂了 就是在中國都在回家過年的時候,過春節的時候 火車上,公路上,公共廁所,田田馬路上 到處是私人的 但是你看這個世界,今天紐約陽光明媚 很多人該吃吃該喝喝,殺死光西米格 就是人世間的冷漠呀 我們是人類呀,我們不是魔鬼呀 就是從北到南,北到黑龍江,隨風河 南到福建,海南,廣西 我們在西寧的戰友說 他說他最近就在被領導叫去收屍,他就收了二十幾句 就在路邊死掉 公共的場合死掉二十幾句 他說他已經沒有半點恐懼了 沒有半點恐懼了 然後,咱們有醫院的戰友說 他說,頭幾天家人到這兒來哭呀 垂胸頓足呀 一生也是害怕呀 包括一生死了,我們也恐懼 他說最近幾天,很多人就死了以後 就是哼啞聲就算了 他說,醫生死了,我們之間也沒有那種恐懼了 甚至覺得死了就死了 共產黨太厲害了 他不僅能讓你死 他讓你在什麼時候死你就得死 然後任何方向你死完以後 你都不會怪他 這時候比爹娘還親的共產黨呢 一切都要聽黨的 一切都要聽黨的 這人死了 那聽你的咋辦呢 誰得給個答案呢 是吧 四個自信 全宇宙全人類最偉大的黨 叫中國共產黨 習爸爸彭媽媽 咋不說話了呢 共產黨的那個老雜毛 西裝皮挺的染著頭髮 站在公眾面前 我們要為人民服務 你咋不為人民服務了呢 共產黨是人民的公譜 你咋不來當公譜了呢 我們有戰友到銀行去取不了錢 然後說我要去告 那銀行的說 你知道你會是惹了什麼貨嗎 我們剛開完會 凡事告的 當地公安警察 全部抓起來 扔以精神病院 你還想不想過家了 是吧 咋們戰友就是肯定大腦啊 告了你再詐呼 肯定把你送精神病院 我這是你老客戶 看你老客戶面你別動 你不信你看看 這警察都穿便衣來的 真的是何強時代便衣在銀行裡 你存了錢 你取錢 沒錢了 你炸火了 送去精神病院 這叫為人民服務 關鍵這個戰友家裡死人了 他需要錢 他讓你自己想辦法解決去 你不想精神病院 滾蛋 荒唐了 何止中共國 你看看美國現在 SEC公平基金 一滴一滴的給你放 餓死你 就是這個世界已經被共產黨 滲透到任何地方 已經沒有人性 冷酷 獨裁 就是只要拿著槍的政府 和機構 認為想幹啥幹啥 就像昨天一個 共產黨花錢買了什麼 這麼報紙 說 我們去抗議 我們去抗議者 逍遙法外 我們為啥去抗議 無中生有 敲詐勒索 要2.5億 你不讓我們說話了 我們逍遙法外 你說這世界瘋不瘋狂 有的人就是偷美國人的錢 偷完錢以後怎麼說沒管 我們什麼時候向別人伸過手 要過誰一分錢 騙過誰一分錢 搶過誰一分錢 搶過誰一分錢 沒有 但是這幫王八蛋 這幫孫子 還把我封成全美國最大的 美尬的大咖 不忘了強調 Miles郭文貴是全美國 最有影響力的外國人 這不用你王八蛋說我也是 是吧 但是他要警告別人 挑撥理解 你看這共產黨的招嗎 是吧 從南到北的中國 從中國到世界的任何地方 無處不在的獨裁 霸權 共產黨的流毒思想 就是一個 人民就是奴隸 你的錢 我說了算 你的命 我也說了算 這世界是太瘋狂 就是共產主義 把這些年 短短的兩年 過去兩年 美國周邊 短短的過去十年 世界周邊 所以說 兄弟姐妹們 這個世界需要新中國聯邦 所以我在這兒 很多戰友給我反映的情況 我救人 幫人 沒法 就我的世界 跟戰友完全是完全不同的世界 如果我的世界 哪怕0.001 讓你們看到 你們會完全對這個世界 重新的認知 要感恩 你們咱們活著 要行動 不行動 你就會被消滅 要團結 只有團結 你才能對付你的敵人 搶你的錢 要你的命的敵人 還有一個 永遠不要放棄 但是 這也就是新中國聯邦有希望 想想 有誰幸福的不得了 我們戰友還有戰友 我們戰友還有新中國聯邦 就是 就覺得 一切 都可以接受 但是 我們要奮鬥 有時候 寫著寫著 就是幸福 油然而生 多次 昨晚凌晨3點多的時候 我們開一個會 關於 就是 投資的事情 換會的事情 特別是 在菲律賓的一個戰友 很成功 很成功 做礦事 在前三了 頭一段時間回到國內 看到這些死人 他家也死人了 決定把菲律賓的事情要做大 同時 同時把孩子 已經在新中國聯邦的孩子 要露臉直播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 他說他回到國內 看到年輕人 說這整個中國沒有下一代 要麽是大苗 要麽就是 比錢 比衣服 比車 他是完了 這個民族 這個國家完了 但是看到新中國聯邦的年輕人 一個一個出來 他覺得還是有希望 所以新中國聯邦給人帶來希望 共產黨給人帶來都是絕望 共產黨是真完了 完了 共產黨你真完了 你萬秋蛋 傻子不粉了 星期三直播